加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 稍后也来看一看今天的二位嘉宾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如何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 今天的市场依然还是一个弱势调整的格局 指数已经是连续跌了三天了 那么在这三天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前两个交易日 还有部分些许能够持续活跃的方向 比如说存储这样的一些品种 然后还有像CPU至少也活跃过 另外你看今天的这个市场 其实就是由于早上可能情绪也是太过亢奋 冲高了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而到了下午指数没有能够拉起来之后 又选择打了一些前期调整了几天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汽车领部界 遗体压住汽车整车这个方向 所以大家普遍的感受就热点轮动的节奏太快了 那在这个位置上也不放量 涨没有成交量 跌也没有什么成交量 但是今天北向恢复了之后是大卖了80多亿 所以301之后市场会如何表现呢 稍后咱们来讨论一下 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今天的表现情况 上阵指数今天是继续下跌 0.37%的跌幅 就是每天跌幅都不大 但是呢是非常磨人的一个指数 成交量方面今天护士单边只有3000亿了 就天天跌然后也不放量 昨天3200 上一个交易日3600 今天只有3100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50 全中类的指数呢 今天也是下跌 0.36%的跌幅 成交量也是非常明显的萎缩 今天上阵50的量只有394亿 昨天是423亿 前一天是530亿 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创50 每天都在创新低 今天依然创出了阶段性的新低 980点的收盘点位 跌幅不大 0.49 但是每天呢就是反抽一下五天线就上不去了 就选择了掉头向下 成交量方面569亿和昨天是基本持平的 那么各大指数呢 现在都是同步的调整 而上阵指数是三连因 今天呢和大家来讨论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3200点附近 能不能获得支撑 或者说呢 咱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就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箱体的下边沿了 能不能获得支撑 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平台来后面实施互动 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看看他们怎么去判断 今天请到的二位呢 分别是王荣奎和潘敏利 欢迎二位 接着呢咱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收盘数据情况 先来看一下指数层面 现在这个指数啊 真的是每天的跌幅都不大 但是呢每天都在跌 今天都是小幅下跌 平均的跌幅都在3%左右吧 再来看一下成交量方面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7785亿了 真的是量能非常的少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 就涨跌停的数据 今天的涨停加数只有20亿家 涨停加数可以说是创了阶段性的新低了 但是呢跌停加数也在减少 昨天的比较多 因为昨天是中报预告的一个集中的释放 那么今天的跌停加数只有两家 但是今天冲高回落的个股的振幅 很多都是超过七八个点 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还是一个一半一半的赚钱效应啊 2440只个股下跌 2546只个股市上涨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指数是缩量的三连因 在前期平台下沿能不能获得支撑啊 A能量能再度的萎缩到了前期的低位水平 所以低量之下会有低价 B不能市场的活跃度在不断的走低 短期啊会有进一步的下行的可能性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参与互动啊 参与投票稍后呢咱们在节目的最后 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 好这个问题咱们来听见二位嘉宾怎么看吧 王荣奎怎么看啊 就是3200今天算是收盘又失手了 一直在这就震荡啊 但是也不放量啊 你觉得接下来咱们这个平台这个就3200点能够支撑呢 从平台的这个来看是在下沿 而且呢如果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呢 可能还有往下的这种震荡 但是从盘面的动作来看有所改观 应该来说我是在这个观点上是车逐渐是乐观一点 也就是说短期还是有反弹会产生 基于以下的一些观点 我还带了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看大盘的一张图 这次我特别把资金的这个动向呢 还放大了一点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认为 从经济数据来看 支撑它马上短期反弹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六月份的经济 这个特别社融啊 它的这个这个企业贷款 这个增长还是超于期的 也就是说呢 企业实体的干活 在还是偏积极的 这有助于经济的 这个这个复苏的处理回升 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了 就是有些垂低点的 就是PPI数据触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低点 也就是说在三季度会展开这样的一个 经济数据的这样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认为后市呢 要偏多观现 偏观一点 流动性也比较支持 我们看涉容呢 也在增加嘛 只是预期不是那么高 但是至少贷款的结构在优化 只是低产这款贷款呢 可能会少一些 那么我们再看盘面的 这个图片的情况 大家会看到这个 上年指数啊 这一次的往下探 和前一阵子的往下探 会出现明显的不同 下面呢我们看到 虽然是数量的 但是这个买单的这个动能 其实是在敲软在抬升的 也就是这次的下跌 或者说短期的下探 可能会出现一个背离 也就是反弹的这个可能性会偏大 那么在这个图片下方的红色处 就代表资金的一个买入强度 虽然它没有那么很高的这个比例 但是它维持着这个震买入 这个震买强度的买入 所以它是翻红的 所以这个很积极的信号 也就是我们刚才你描述了 它涨不上去 但是低下去同样也不放量 说明就是还是有 这个做多的力量在支撑的 而且今年盘中有两波试图上工 那至少我们看到是汽车 还有像这个券商 券商也动过一些 也部分券商也动过 那至少就是说明 特别汽车和压桌这一块 整车和压桌这一块 它的主题要素要比一些 比如说农林沐浴还是要强劲得多 所以我们认为了大盘 已经尝试性的反弓 在盘中已经开始体现 加上我们看从量来看 也比较缩了 所以这两天反弹的概率会偏大 而且就是说目前没有明显的 各种异空会出现 而且反倒是我们看到供应部 包括商务部等等 促进消费 各块地方政府也是促进消费等等 也是开始在不断地出台 也就是下半年可能经济的复苏 这个数据可能会好一些 我认为这样也支撑着大盘 短期下接之后展开反弹 就是这个反弹您是倾向于 其实就是还是在3200点的 这种震荡整顾的反弹 还是说这个调整的结束是一波 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这种上行 趋势性上行估计还加一时日 现在还看不到 对 因为从这条 从你看我们基金的发现速度 目前还是不入于其第二 尤其我们看两融的环比 它的波动情况来看 它其实是显示市场投资是谨慎的 也就是这次它是反弹 反弹了整顾 刚才你讲的3200点的 这样一带的整顾 所以说它的反弹力度 不如前测那么大 但至少就是短期的下跌的态势 可能会得到缓解 甚至就是说会有个 那么一周或者反弹的机会 就算是先修复一下 针对这三天的下跌 是吧 好 看看潘老师怎么看待 就连续跌了三天了 会修复一下吗 好的 先我和王龙培老师的观点 基本上大致相仿 然后我只是来补充一下 我的一些理由和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现在不好的地方 我先说一下 就是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港股 实际上我们近期判断市场 一直是以港股作为一个领先指标 在进行判断的 然后港股呢 昨天是因为台风的原因 所以暂停了交易 然后今天恢复交易 恢复交易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掉空低开 下跌2%的这样一个态势 但是港股呢 就是在这一波的反弹 它的一个幅度 是比前一波的反弹的幅度 要来得更高 更高一点 就更迅猛一点 那么今天如果说 它这样一个跳空低开 就是对我们的 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看平稳 或者看 或者反弹向上的话 那么这个支撑力度就没有了 这个指引没有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地方 那么从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上证只说 在这边它就是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走了整整10个交易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10个交易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是8个阴线 两个阳线 那么它的阴阳比 就是8比2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说阴阳比这个指标不太好 但是我们却可以 就是说来来回 包括在订阅课里 我也经常行的方向看反 因为它的一个来回太快 是这样的 然后在看反之后 然后我找到了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是这样的 就是上证只说 在60间均线附近 它是有一个反压的 这是一个大的规律 然后第二个规律 它在区间之内 是非常标准的 就是3250 然后下面就是3190 到现在为止 就是它两度到达了高点 两度到达了低点 都是获得支撑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过往的一些 往右走的这个平衡角度上来看 那么在这边 我觉得还是会获得支撑的 这是另外一个判断 还有从量能上 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 因为如果说 它的量能放出在高位 那么它就是一个 往下面去走的这个过程 那么现在这样一个量能 已经达到了一个 相应的比较低的 这样一个低点 那么现在就有可能 会潜在一个回拉的过程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 我们虽然是以港股 作为一个指引 为什么这一次 不会跟着港股走 那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港股在这波反弹 过程中 它是过快地释放了 自己的一个动能 然后我们这边 是一个反复来回 所以我觉得 这边来回的一个动作 有可能会继续维持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现在是一个 中报公布期 中报公布期 就是个股会出现分化 然后对盘面的影响 会各有不同 那么在前期 我觉得有可能 是一些好的中报 会占比较大一点 所以对整个盘面的影响 或者我认为 应该也是一个指引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第三个原因 是因为今天 即使我们已经是第三天的 这样一个上证注重的 这样一个回拉 但是在情绪上 刚才李天涅也报道 就是说虽然 就是涨的猛烈程度 是有所下降的 但是与此同时 它的一个就是 比如说跌停的一个加速 也是减少的 也就是市场的情绪 相对就是跌到这个位置 有可能大家都认为 在这边 有可能会暂停住 就没有出现一种 相对比较恐慌的 这种情绪 所以我觉得它 回拉的这种概率 或者可能性 也是偏大的 另外从市场的 热点角度上来看 近期也可以看到 实际上有反复走强的热点 它并不是 就是说这个热点 结束之后 然后是很杂乱的 那种不断的这种轮动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切换角度上来看 整个市场也切换出了 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热点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区间 然后区间的话 当然它有个概率 因为这边 我自己概率把握也不大 因为我最近看指数 经常是看反调 所以我觉得 在这边概率的话 我认为就是从这个地方 往上走 回稳的这个概率 我觉得应该在 55%到65%左右 是这样 就往上修复的概率 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对对对 但这个绝对比例并不大 是这样 但是整体还是倾向于 维持这样一个 向右的相提的格局 是吧 对 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 一直会想 就这两天 为什么市场这么弱 就指数跌了三天了 是吧 然后但是成交量 又不放大 成交量一 我们之前看到 就两戎它没有上去 二就是公募基金的发行 确实是非常的缓慢 三就是北向资金 上周虽然大幅流入了 一百多亿 但是今天又流出了 八十多亿 所以又很难成为增量 然后呢 就是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能在情绪上 就是对于这个 宏观经济的 基本面的这个数据 我不知道市场 会不会再重新 再去修正 王荣奎怎么看 因为在昨天 其实也是 虽然是先跌的 但是在盘中 公布了这个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之后 其实大家是有 进一步的去修正一下 自己对于经济复苏的 这个程度的预期的 我觉得市场 现在也有这种反应吧 就大家一直在期待着政策 就是希望 比如说有一些消费的政策 或者是 甚至是房地产的政策 但迟迟还没有兑现到 你觉得会对市场 产生一种 什么样的情绪的影响 是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我刚才 谈到了市场数据 结构是表现优化 但是整体它是下降了 也就是不论是 对于很多企业和居民来说 他们是紧速开支了 企业紧速投入了 居民紧速消费了 所以你看今天政策就非常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商务部 包括这个鼓励这个家具 家具 家具 这个智能家具 都点出来了 就是说明就是 往这个消费上去引导 就是说明消费者 还是处于一个 增长缓慢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从第二 从出口数据来看 包括我们进口数据来看 我们的出厂价格 就PPI数据 出厂价格还是在下跌 但是我们上游的大东商品价格 材料价格去的上涨 这又是什么 又是就是我们的需求段 就是消费段 它还是困扰着我们短期的 这个经济值反弹的 所以今天的下跌 跟今天政策 都是有是很容易对应的 这些数据已经表现出来 这种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 大盘会有扰动和震荡 加上7月份呢 市场对于美国的加息 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担忧 但是呢 就是肯定这次的加息 不能它加多少幅度 但是总体而言 它是短期 不像以前那么大 也是短期了 因为我们政策可能 这段时间市场 就希望政策的这个下半年给力 然后形成我们的这个经济 复苏的一个协力往上抬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看乐观的一个点 那至少我们反映说 连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利率 现在就开始送动了 甚至一部分城市 已经对于买房的限制 也就是慢慢地在进行修正 那么这是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明 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上的 可能会陆陆续续的 会在三季度 甚至四季度会给力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 乐观的一个触发点 那么大阪短线下跌之后 可能就围绕着这些政策的点 期望值 那进行这个 不为它的反弹 或者不为一个 主题性的一个机会 所以您是觉得 就是靠现在我们现有的 这些陆陆续续的一些 比如消费端的政策 其实还是能够使得经济 能够在下半年继续恢复的 是吧 所以使得指数这个位置上 也会有像样的支撑 对 因为等于说 到了一个低位的时候 市场普遍会期待 它的经济上的一个反弹 就是经济底和预期底 会共振的这样一个 在三季度会出现 好 潘老师来说一说 市场的风格吧 因为今天是各大指数都调整 对 前两个交易 可能昨天是小票指数 跌得少一点 但今天虽然跌幅也不大 但是反正大家 也没有说谁更强 最弱的就是科创50指数 就每天都在创新低 如果说市场想要走好的话 是不是得有一个 比如说领长的指数 就得有一个突破口 您接下来在风格上 怎么判断 好的 实际上 今天是集体疲软 我们只能这么去形容 或者集体在往下 在试探下面的空间 是这个过程 那么针对于领长的品种 或领长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就很明显 就上次数它就是一个区间 那么如果上次数 一个区间的话 在这边如果说量能 并不能有效地放大 那么去期望一些指标股 出现一些表现 我觉得这个概率并不大 那么所以说 它有可能还是一个 概念的这个状态 那么创业版呢 因为我们在上周也提到过 就创业版在这边 可以关注一下它的ETF了 就是越往下 越可以去关注出来 那么创业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它写前出来的 也是在六四天均线 受到了反压 然后也是往下回吐 是这样 但是它这一次的回吐 我觉得和前几次 也是不太相同的 它还是就是有所收敛的回吐 它并不是像前面那样 创新低的那种回吐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 针对创业版 这个指数角度上来看 有可能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它有可能 会更具有弹性 因为还有就是上一周来 我们也封锡过 并不看好那个科创版 当时我们也提过一些 理由和原因 那么现在科创版的指数 也在不断地下行 但是我觉得它的 一直下行 也不会就是永无止境的 比如说到某一个位置 它会测出它的低点 它现在还在 测低点的过程当中 那么上层指数 已经完成了测低点的过程 选择了一个离开低点 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 在横向整理 然后创业版指数 是测出了低点 现在是在维持 然后科创版 就是科创50 是在往下测低点的过程 这三个市场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争对于此 如果说要有 真正的热点起来 我觉得在最近 应该刚才王荣奎老师 也提到过 实际上有些热点 已经显现出 它的一个不断的持续性 包括我们的整车 包括其他的一些 概念板块都已经出来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这些板块 在短期之内 我认为有可能 虽然也会有小幅的反复 但是还会成为 就是扭转出来的 热点的延续 我觉得这个概率是偏大的 包括我们提到过的电力 它在回吐之后 也有所反车 或者反弹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实际上就是有可能 就行业类的热点 在这波行情当中 有可能会去显现出来 因为我们前面 一直提到的是 概念型的热点 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如果说 要让这个市场 就是说去走出 比较大的行情 我们现在很难预估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在这一带 有可能就是一个夯实底部 能够获得一个反反复复 但是它不会大步度往下 我觉得这个概率 还是偏大的 那么如果是这种操作的话 那我们就把握一个 区间的这样一种格局 那么碰到区间之内 除非认为它是有 终极的连续性行情的热点 其他的应该都是 以滚动为主 就起来就滚动 起来就滚动 我觉得应该这样操作 对 好 王若葵也说说吧 双创指数怎么去判断 市场的风格 你觉得接下来会如何演绎 今天两张图也挺好 创业板指数和扩张指数的对比 你先看创业板指数 明显就是我们上次也说 创业板指数 就是其实比扩张板要强 像一直 你看它在这个位置震荡 但是下面的资金线 资金强度线 已经开始在往上抬升了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 创业板已经出现了3000开花 这个3000开花指 筹码的松紧度 分离散度和资金的买入的交叉 这个说明就是说 它的离散程度已经在开始区域集中 也就是创业板会率先展开反弹 这就是 加上前面我们看到上升指数 也是我们 我从图上来看 它也是随于反弹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两个板块 可能近期会带动大盘 展开这种一波反弹行情 那么再看客战板 就是明显的 各创业板下面的资金的分布 是明显不同 它下面还是加速向下 而且匀速向下 资金不断地流出 也就是客战板 可能尤其我们半导体 可能这两天还有一定的调整 因为它主要代表了 这个客战板的半导体 占多数芯片 那么从目前这个设定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创业板里面呢 如果说新能源可能反弹 会短期会领先于半导体 这是从指数突然分布 但实际情况可能还有 有很大的差异 因为今天早上半导体 其实表现还不错 但是下午就是非常的难看 跟大盘背道而斥 那么这是我看双场指数 所以我认为创业板 明显要强劲于客战板 当然创业板要先走了之后 我挤下来 我们就要布局客战板 因为它的下置空间 基本上在下方950多点 差不多也就跌势 就会企稳了 因为它代表了半导体 也调整的差不多了 因为市场目前来说 很切明的主题 基本上还是围绕在人工智能 就像我们前几年一直谈 新能源 这次人工智能 就是这次从年度行情来看 半年度 连出来切代GPT出来之后 带动了整个算力封装等等 各个算力芯片等等 各块的这个AGC 主导了我们行情的主流 其实是产业整个技术进步 带来的我们主题投资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大范围来看 并不会偏提 所以我们认为 下一步客战板的反弹 就会到来 好 稍后回来 咱们来说说操作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 虽然创业板 从刚才的 王荣奎的资金数据来看 应该会表现强于客战板 但是在做多的方向上 应该大家可以去找哪些机会 一会儿回来听听二位嘉宾的分析 接下来进入到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 她对于市场的看法 郑林 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也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三大指数窄幅震荡 那么板块之间 是出现了明显的 翘翘板效应 那在资金调仓换股之下 我们又应该如何攻防兼备呢 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第一张题板 我们看到 随着近期指数 反复摸底的过程当中 资金也反复在有 业绩支撑的主线当中 来进行活跃 比如说芯片中最强的分支 无疑是存储方向了 而这背后是有业绩的验证 而低位持续活跃的汽车产业链 也是具备了中报业绩 和数据的双重验证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半导体板块退潮的时候 资金果断选择了 短期调整的汽车产业链 特别是内部的一体化压住板块 在午后异动的过程当中 机构资金大幅买入4.57个亿 而内部个股也开始了良性轮动 不仅有龙头个股再度封板 赚钱效应 更是往低位的一些优质企业去扩散 板块内部八成个股出现上涨 这足以说明在指数震荡摩底的过程当中 资金会反复在一些具有业绩支撑的人气 活跃方向来进行腾挪 而目前一体化压住板块在回踩半年线之后 资金有明确的承接意愿 特别是低位的一些异动个股 恰好我们今天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份 一体化压住板块当中 低位异动个股的目录名单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有看头家APP 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 同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福利 就是本周季报特别资料 绝金季报主题内部参考资料 如果您想掌握更多内部的一些投资方法的话 不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把这份重磅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去学习 那么具体在一体化压住方向当中 低位个股表现如何呢 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其实具备技术创新优势 和完整的产业技术优势 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 股价今天也出现了强势的 一阳吞三阴的转折信号 前期经历过大幅回撤之后 跌幅超过了42% 低位的筹码可以说已经非常集中了 那么随着龙头股今天尾盘的强势风版 作为第一位最正宗的补涨优质公司 我们应该具体关注起来 因为这样的公司更具投资性价比 因此呢 今天我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一体化压住方向当中 低位异动有资金关注到的一些核心个股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目录名单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券商板块的表现 我们看到在本周的节目当中 也持续的跟大家分享到了券商板块 我们来看下一张提板 我们看到今天券商板块 近期其实处于底部低点不断上移的过程 今天盘面当中券商板块分时更是直线移动拉升 而最重要的是券商板块是先于上证指数站上年限 机构资金今天盘中逆势买入1.47个亿 那作为带动市场情绪和推升指数的中流砥柱 短期我们依旧可以保持持续关注 那么同时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把我们本周特别为大家准备到的季报投资资料 季报主题绝经内部参考资料免费的领取到手中 来进行实时学习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投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回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财报绝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绝经高手课程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绝经高手 还等什么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财报绝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选不到龙头 抓不住趋势 一轮热点板块走完大半 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上车机会 其实投资哪有什么天赋一柄 靠的都是天道仇心 不过一旦努力错方向 很可能也会浪费大把的时间 这套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是我们经过多年的积淀 总结出来的实用技巧 有了它 或许可以让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 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这套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它将通过简单易懂的案例 帮您捋清投资思路 如何认清底部形态 怎样寻找黄金买点 准确辨别主力的起盘 分时做差价 逃顶不贪心 五大战法帮您提供炒股思路 记住啊 学什么都不如学方法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一起来学习趋势青龙五大战法 让您的投资更简单 选股更轻松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市场当中的热点品种 今天的市场呢 其实早上一大早 什么最活跃就是存储这个方向 我们先看一下存储器这个板块 早上真的非常强势 由于大概也是冲得太猛了吧 然后之后就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冲高回落 你看这上瘾线 第一呢是有上瘾线 第二成交量 今天呢存储这个成交量有321亿 昨天只有233亿 但是呢它也是从上一个 上周开始慢慢的才放量 量能在300亿左右 那么今天是一个放量的冲高回落 除了存储之外 当存储开始回落的时候 拉的是什么就是汽车 我们看一下今天涨幅区前的一些板块 涨幅区前的都是跟汽车有关的 商用车其实就是整车 然后汽车零部件呢 其实就是一体压注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走势的话 汽车零部件其实呢 前期比较强 就是这一波呢是跟随着 比方说智能汽车 无人驾驶 汽车零部件 以及机器人 这两个方向轮动上线 但是呢最近这一段时间 也调整了五天 今天呢是在下午 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拉升 那我们来说一说 这个汽车这个方向 潘老师之前 其实也给我们分析过 汽车这个方向 那今天又是再度的就异动了 就在调整了五天之后的这种异动 你会觉得是 新一波的上涨的行情吗 怎么去判断 好的 现在从整个汽车板块 包括汽车整个产业类 就是我们市场的情绪是这样的 就以前提到汽车产业 大家都不屑一顾 觉得好像根本就起不来 是这样的 然后呢 渐渐的就觉得汽车产业 好像被轮到的频率在增加 然后陆陆续市场就有所看好 然后从最近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应该已经是 越来越热了 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在短期的热点当中 就是如果说有延续性 或者有重复性 我觉得汽车板块 应该是属于当中之一 是这样 那么从今天整体的表现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包括整车的表现 就涨停以上的品种 还是比较多的 相对比较集中 那么这些品种 实际上它的一个延续性 我觉得是得到市场的 这样整体的认可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认为啊 就是汽车这个产业链 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下半年 就逐渐逐渐就是复苏起来 或得到大家再度认可的 一个板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在 今天这样一个表现之后 我觉得应该有延续性 因为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它的节奏 它的节奏也是这样的 就是说比如说 大盘现在是偏弱的 它有可能反向就表现嘛 因为它是一个 从底部一点点出来的 这样一个板块嘛 所以大家要把握它的节奏 如果明天假设 我们假设明天大盘反弹了 或者我跟王龙奎老师 两个人判断都是对的 那么汽车板块 有可能就会停一下 但是如果假设 我们两个人的判断是错的 就在这边还继续上市啊 那我觉得它的延续性 概率就更大 就大家要去把握住 的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就可以 就这样一个节奏规律 就它跟整个市场 它不是一个同向运行的 现在还不是完全同向 有一点点反向的 就反向的概率更大一点 那反向就意味着 它不是主线 但是呢不妨碍 它是一个趋势的反转 是吗 就是看趋势的反转 对的 那大家应该关注的是 比如说一体压注 还是汽车整车 我觉得应该是整车 整车 对我觉得因为整车 它的集中度更高 是这样的 就是一体压注也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 从整体的表现 因为如果这个 成为阶段性热点 它肯定是整体表现的 这种就是 比如说表现力更强 那我觉得这一票 应该投给整车 对 就汽车产业链呢 最近确实有异动 就是一方面之前 是跟智能驾驶有关系 所以跟这个FSD的 很多的品种 是有所表现 另外一方面呢 确实就是一体压注 然后呢 也是从底部 慢慢地爬升起来 但是是不是这个行业的 基本面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真的是个趋势的反转 王若可有研究吗 汽车整个产业链 这次比亚迪一个人的 这个利润是蛮十五家的总和 而且从整个来看 这个汽车啊 目前还是在放量的这个销售 所以说它这个 从整车的角度来看 汽车包括我们前几年 电解液啊 电池啊等等 我们以前叫高科技 现在都成为了传统制造业了 就是成为一个 因为呢 这次反弹是以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为主导的这种反弹 让汽车电子呢 偏科技一点 所以说这次呢 这个尤其我们看到 前段时间 这个人工智能啊 这个包括下的GPT啊 会代表的 这是整个的产业链的 这个发展 整个汽车板块 走是向下的 或者说 至少它不是那么同步 或者说甚至 就是很萎靡不正 那么最近半台体开始调整 那么他们反倒 这个开始持续 这个一步一步的往 就是一个大的一个 主题性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是也是说明 目前而言 汽车呢 这个制造业的 这个汽车的销量 带动制造业的复苏 汽车产业链的复苏 我们认为呢 就是说 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目前而言 只有这两个大的主题 才能推动市场的 资金的这个进入和出来 或者说推动整个板块的 这种气吻 所以我们为什么 对大半看好一点呢 就是因为今天汽车板块 还整车也好 一定化压注 它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至少就一定化压注 市场的去年的时候 也是很追捧 所以说对资金呢 对这个 对一些这个机构啊 还是有吸引力 所以我们认为就这一块呢 还会延续这个反弹 但是呢 今年的主题可能还是人工智能 我认为对汽车电子这一块呢 像对而言 还是要地位也是保持关注 好 所以我就是不太理解 就是汽车 因为有位网友问到 就潘老师这个问题问到您 就说到 如果看好汽车基本面反转 但是为什么比亚迪 就基本上没什么表现 所以我想知道 就汽车产业链 到底是基本面反转了 还是说只是 就是可能市场 没有什么热点的时候 零星出来表现一下那种的 就他说比亚迪 没什么表现 刚才王仁惠说 比亚迪一家是吧 赚了很多公司的利润 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好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就是说看汽车这个板块 就是如果说它是 行业反转 是吧 你看销量 那应该涨比亚迪 如果说有阶段性的行情 我们是这样理解 我觉得现在处在的是 第一段的修复 这段修复就是过于超跌 过于超跌的修复 如果是过于超跌的修复 我们就把那个 应该是把业绩就 往后面放一放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过于超跌的 这样一个修复角度上来看 那我就认为就是 比如说在传统的一些 整车上面 他们的一个超跌幅度 我认为是偏大的 而且市场的一个认可程度 也是逐渐逐渐产生过来的 那么从逐渐产生过来的 角度上来看 因为比亚迪 包括宁德时代 比亚迪都是 在历史上就是 我觉得是过度的 过度的就是上涨的 然后引发的这样一个 回突或震荡 然后对于汽车整车来看的话 他们是一直很压抑的 所以我觉得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现在认为 就是整车还是第一个阶段 所以就把这一票投给他们 而并不是完全按照业绩来 如果按照业绩来 那就是第二第三阶段 但我觉得现在没有到这个程度 因为我们看数据 可以很明显可以看到 很多新能源汽车 它的一个整体的增幅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是这样想 对 好 接着咱们再来说 也说科技这个方向 就是刚才一个说 到了今天上午存力很强 对吧 但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有这个先进封装 就是新力 现在市场也有说算力 存力 还有风力 那这个先进封装呢 今天首先就是经方科技 直接呢是打到了涨停板上 然后像跟随的 像有通福威电这些 但是呢 最后都是 很快其实就炸板了 就涨停封得很快 但是炸得也很快 所以来说一下新力 包括半导体这个方向 近期大家对于半导体的 这个我觉得是券商的报告 电话会议 也慢慢地开始增加了 很多人在说 是不是行业的 这个库存的周期 已经见底了 就行业开始有 这个趋势的反转的 一些信号产生了 所以王仁铭 结合着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一个是新力 另外一个是半导体 怎么看 我们从刚才讲汽车来推倒 汽车 我们把它作为平台的话 它带动了大量的产业链的 这个兴起 一条鸭筑 包括汽车系列电子等等 那么这个算力 大模型 全球的这个蓬勃发展 而且最近大家对到 美国的科技股的发展 都是因为 这个ChadGPT为代表的 包括IAGC 所以说 这是基本上 其他的股票不怎么涨 美国也是这样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明就是人工智能 这个产业的 整个大产业的发展 它带来的就至少一点 就是随着各个公司 大模型的兴起 包括垂直行业整合 大模型 那么它带到的就是我们将看到一个长期的一个格局 就是对算力的需求 技术都不断地在增长 所以说我们有还一个方向的证为 你比如说中级虚畅 以及这个天福通信 他们的率先公布的中级业绩 那证明 也证明了这个板块的 这个它的产需的一个未来的供求格局 那么从这样来看来 像我们的先进封装 就现在目前需求 就是非常非常紧张 那么先进封装 那它使的是什么呢 使得就是说我们这个目前对于光模块 包括整个的这个封装 这个需求 这个非常紧张的局面 就会由这些股票会得体现 所以说它在目前的反弹 正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算力基础设施 以及算力需求的一个 这个目前紧张局面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段时期 我们看到券商的报告 基本上都围绕着算力的增加 包括我们看三大移民商 都发破了自己的大模型 那么对未来的算力需求 是持续增加的 而且现在还没扩大到我们手极端 据说苹果的消费电子下一代 甚至会扩大手极端 那时候对算力需求是增长 是基本上是几何几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 就像我们在这十多年 我们弹性能源汽车一样的 它带动了电池 这个电解液等等 那么现在的我们算力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 会带领到我们算力存力等等 它的技术设施在不断地完善 与科技技术的进步 接下来 比如说我们还有像CPU 它也是 它的这个算力的时候 会节省很多电 所以说这些技术的为了需求 集合业绩的这个证明 可能会成为 阶段性的很长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 切笔类的就是心力的 这个现金封装 可能会相当上是 会迎来业界的一个增长时期 那你在操作上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你看算力 其实CPU也歇了 就是至少在高位震荡了 对 然后存储呢 今天是冲高震荡了 然后呢 封测呢 今天确实是有表现 但是也有很多是冲高震荡了 那操作上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觉得关注这个心力 因为什么 你刚才讲的这些 CPU都是涨得高位 持续好多多 涨太多了 然后呢 进修整的一个阶段 而心力其实 包括说的金方科技 人家他在七八年前 就布局了这个 这一块的技术了 但现在才开始上涨 而且从底部 一根这个20厘米的起来 还有凯格金基 还有今天说的这个 几个设计长 像永锡电子等等 这些都是从低位起来的 它之前没有就是 也就是说还没涨到他们头上 那现在是从技术上的先进技术来说 能到他们了 我觉得从目前在热点匮乏的情况之下 一个算力需求 这个不断增长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目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潘老师怎么看半导体 我觉得从半导体整体的角度上来看 现在我认为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到现在为止 虽然说很多报告有可能也都在关注 那我觉得就是在目前 我的一个总体的建议 就大家再等待一下 就是说从整体的这个行业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大家可以看看 就各个指数的分类就可以明白 所以说我觉得等待吧 就是如果 如果就是这个板块 现在还是在很弱的时候 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些主动的动作 我们做一些被动的等待 有可能更好 但是呢 如果这个板块在连续的下行之后 达到一定的这样一个低位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把它放入自选 但是不动作 这样有可能更完美 好 稍后回来呢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方向 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接着呢让我们来请出陈伟 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陈伟你好 好的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是陈伟 随着指数探底回升 今天继续带来两个围绕业绩的选股思路 这段时间啊 由于缺乏增量资金的介入 板块轮动速度是非常之快的 但是有一个现象 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那就是每天的涨停加速当中 来自于中报预增的个股 数量正在稳步提升 这说明题材轮动速度很快 资金更多关注的是业绩成长本身 因此啊 业绩在近期的选股就十分的关键 在参考着历史上的一个经验 每年7月份业绩预增指数 可以取得超越于大盘的 9.63%的收益 因此昨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 业绩分贝低位潜力龙头股的名单 我们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依旧有效 大家今天可以继续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领取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啊 是把近期那些中报业绩分贝成长 有资金抢筹 技术面在低位启动的一些公司 选择了出来 好了除了这份资料 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思路 要一起分享 那就是大股东增持这个关键点 每年的7-8月份 都是中报公布的密集时间 也是很多公司优胜劣汰的关键期 如果业绩不佳的话 股价可能持续下跌 但是业绩表现超出预期的话 却会受到很多资金的买入行为 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股东自己 因为他们是上市公司 最了解经营状况的一批人 如果他们觉得固执偏低 并且进行增持的话 那么不仅有利于 各股股价见底回升 甚至很多公司就此 进入到历史级别的上升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上此类情况 一个是2021年的保龙科技 当时股价也是在低位 徘徊了很长时间 但是由于大股东宣布增持 并且失职达到了近千万元左右 股价就此进入到上涨趋势 并且总共是大涨了118% 有意思的是 隔年的1月份 大股东觉得股价偏高了 进行减持 而股价又真的进入到下跌周期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2022年的博创科技 当时股价也是在低位徘徊 但是由于年报大增80% 公司股东觉得低估了 进行增持了6000多万元 而股价就此进入到上涨趋势 总共取得200%的上涨 再往后23年的4月份 大股东减持 股价开始下跌 以上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呀 大股东增持和减持 对于股价趋势影响 还是十分之大的 那么现在很多公司股价也在低位 半年报表现也十分出色 如果他们也有大股东增持行为的话 是否也代表着投资机会呢 大家当那疑问 我们把这种公司挑拳了出来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今天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风的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这份名单 大股东有增持的 股价位于低位的 但是半年报业绩翻倍的品种 今天这份资料 我们就是把那些股价超低到低位 但是半年报增速非常之快 大股东又觉得进行价值修复 有增持行为的公司选择出来 好 我们希望这个方向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我们的朋友们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风的二维码 现在就可以获得它们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几个案例的主要思路 第一个 一个中暴欲增三倍的品种 过去很长时间在筑底过程中 并且成功完成了一个 头肩底部形态的构建 目前右侧已经在尝试突破 而该公司最近一个月 获得大股东回购超过4000万円 这样的一个现象 还引起了市场资金的关注 融资客大笔增持近6亿 未来走势如何呢 大家领取这份资料 再看第二个案例 一个中暴欲增 127%的胎压监测龙头 股价长期筑底 目前已经尝试突破 进入到上升周期 而它的大股东准备回购1.2亿元 是近期所有回购协议当中 金额偏大的类型 而目前技术面也是发出了D的 买入信号 值得重点关注 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一个中暴欲增 123% 大股东正在进行回购的品种 它吸引了很多机构 尤其是外资的重仓持有 股价刚刚完成多重复合型 底部的构建 正在第一天尝试 突破箱体的压制 好 该公司股价 未来会如何表现呢 大家今天用手机 微信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按照文字内容提示进行操作 就可以领取一份资料 叫做大股东增持 业绩分贝的个股名单 这段时间市场的风格 明显朝着业绩方向进行转移 所以我们应该关注那些 股价带低位 但是出现了业绩分贝成长 同时又有机构资金抢筹的一些类型 今天重点关注点 是大股东增持这个方向 好 以上是最近的分享 感谢收看 每一段历程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大增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突败风华 经典历久迷新 老凤翔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当前正值财报密集披露期 市场主线回绕中报展开 中报里有很多的财富密码 可惜很多股友都读不懂 那为了帮助大家把握中报行情 我们专门推出了 财报绝经高手实战技术课程 你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马上领取 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从行业 公司 还有资金加仓三大维度 帮助你挖掘中报投资机会 学会它 你或许也能够成为财报绝经高手 还等什么 赶紧扫码 抢先学习 提醒下新朋友们 看似稳健的中报背后 可能处处隐藏着机会和陷阱 不知道如何规避风险的股友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财报绝经高手课程 试一试就知道了 今天没有名额限制 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都可以拿到它 希望今天送出的这份 财报绝经高手的课程 能让你2023年投资顺利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富裕的伤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家职一算 今日要高 一快活跃 今日要开盘 不要动啊 能用成的股仁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撑我的 撑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欢迎回来第一财经20周年庆 感恩回馈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加APP 现时领取30天的VIP使用权 大开在线直播点评 捕捉市场新风口 三部买卖指标 揭示了个股的强弱区间 规避交易风险 四维度深度整股 看清趋势走向 功能升级 福利升级 体验升级 欢迎您现在就下载 第一财经有看头加APP 更多惊喜好力 在等着您 好 接着呢 咱们来听听潘老师 跟我们来说说操作 结合着自己的课程 在有看头加上 也说有月课从零开始 那么也是很多观众朋友们 从这个课程开了之后 就一路跟随潘老师 从零开始 那当然最近的这个市场的波动 虽然指数吧 也没跌太多 但是确实操作是很难的 潘老师在课程当中 有什么好的内容呢 好的 谢谢李婷 也谢谢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就像李婷所讲的 实际上是蛮艰难的 那我们在一周以来 就是我们这边 关注的事情 和上周相同的事情 是两件 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还是关注一些 就是业绩预增 然后就是公布 中报的这个排片表 我们还是把这个 作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那么在这个关注焦点当中呢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 就是汇报一下 然后统计了一下 就是业绩预增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就把业绩预增 每天它会有前20位 或前30位 然后就是这个业绩预增 出来之后 然后市场有表现的 这个配比度 大概这个比例 是在23%左右 也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业绩预告 增长的 它的股票都会有所反应 然后它的反应度 应该是在23% 那基本上这个数据呢 我们也在不断地 统计和更新当中 这是一块 我觉得对这个板块 虽然说表现度 并不是很高 只有23% 但我们还得继续地关注 因为它是线索之一 也是就是整个 就是由下到上去探索 整个市场的一些 品种表现的一个线索 那么第二条线呢 和上周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上一周 是关注到浙江市保 然后我们觉得 这边是一个益加率 益加率是比较低的品种当中 去把浙江市保选出来 随后去算它的一个弹性 然后做AH股的这样一个漂移 然后当A股涨停之后 然后H股就往上涨 我们是做它这一段 剩余的这一段的价差 那么同样的在今天 包括在近一周以来 我们把一加率第三名 也选出来了 因为它还在 所以我们就不便于说 然后在今天 包括我今天的课程 订阅课程 现在已经做完了 做完是在盘中做的 因为我们发觉 就是第三名的这个品种 A股也同样涨停 然后它的一个穿越度 从11% 然后到收盘 已经是15% 然后我们从11% 把这个课程就录下来 是这样的 我们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 继续关注漂移这个字眼 因为现在市场很难 也就是市场在反反复复的 运行过程当中 但是有些品种 就是按照它的方法 还是可以找到一定的 确定性的线索的 因为我们找到 这个一加率第三名的品种 当时它并没有上涨 或者说它的表现是很平淡的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 就是排便 把这个一加率的排便表 记在心中 如果它在表现的时候 特别是在A股涨停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同步的 做出反应 同样的这个漂移 在最近的可展单上面 也是适合的 因为有些心在 它上市的时候 它就非常奇特 就它的心在的 一个上涨的幅度 超越其他的心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 有可能它第二天 就会有惯性 我们是这样分析的 那么同样的 就是在自选品种当中 我们现在 今天也跟大家 汇报一下 我们今天是 直接就满仓了 就基本上 我们原先是三分之一仓 然后就上一周过来 有一个品种跌了8% 然后我们就加了 就是三分之一里面 比如说一就加给它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还剩下 就是比如说10万元 还剩下2万元 然后今天呢 我们直接把这2万元 就全部加给了一个品种 我们现在是 622的组合 是这样 就一个品种 就压了60% 超越一个品种压了20% 一个品种压了20% 那么为什么会把 另外的二就加到 那个四上面 去变成六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家公司 出了一个 亏损的业绩预告 然后亏损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亏损的数字 非常小并不大 然后随后呢 它又是在底部往下 就是拉了一个阴线 那我觉得就直接就加上去了 因为我们把它选出来的时候 就觉得这家 我们在配比当中 一直当做一个中线品种的 跌了3%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加上去了 我们基本上是这么操作的 所以说对于未来的市场 实际上我对于下半年 包括整个 因为我曾经说过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和去年有可能 正好是一个相反的 因为今年的上半年 和去年也正好是一个相反的 然后回顾一下去年 实际上七八九十都是下跌的 但是我对今年的下半年 实际上还是蛮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今天 基本上就满仓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最近对于大盘 在我订阅课程里 我的一个判断经常是反的 因为它也是跳来跳去 然后呢我看看 因为我是看多的嘛 所以我一看上涨 然后我就继续看多 然后第二天 啪 就无情地被 就被抹杀掉了 会被打击掉 但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 不过观察下来之后 我觉得大盘还是有规律的 刚才说过 顶点就是在3250点一线 然后底点就是在3190 当然今天说完之后 有可能也会被继续打脸 3190也会被跌破 但是我觉得对大盘整体 我觉得这里 在反复筑底之后 它总方向应该是往上的 这就是对整个订阅课程的 这一周以来的 一个小结合沟通 好 这课程内容都非常好 我觉得真的是 从您开始手把手的 带着大家去了解这个市场 在这个市场当中 去寻找机会也好 给自己的一些相关品种 制定一些交易的策略 我觉得真的是能够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种 实战性的帮助的 欢迎大家到 有看通加上订阅 潘老师的课程 好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 资金面的数据情况 今天北向资金 是一个大幅流出的态势 北向资金因为昨天没有 那么今天就选择了流出 流出了87.66亿 互股通流出了46.5亿 深股通流出了41个亿 就是互深股通都在流出 来看一下两融余额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 这个倒是没有在进一步的下滑 开始有缓慢走平 是不是能够比较明显的上翘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的两融余额 再来看一下新股的情况 明天有新股申购 同时也有债上市 也有众多品种 公布它的重签号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观众朋友们在 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是48%对52% 还是选币的比例更多一些 人为市场的这个平台不能获得支撑 回忆度不断地走低 短期有可能有进一步下行的风险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了解一下 今天倒是挺有意思 首先仓位不变是大幅下降了 但是以往如果大家减肾的时候 下降了之后都是加到减仓上 减仓其实和昨天差不多 略微的高一些 但是有很多人选择了明天去加仓 因为加仓的比例上升到了24% 这个调查倒是挺有意思的 好 来听听王容奎 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明天的操作建议吧 什么建议 大半经过连续的调整下跌之后 已经出现了这个缩量 然后有反弹动能 反而会一步比一步的强烈了 虽然是局部的板块有数调整像AI 但是我们反而就操作层面上 关注调整到位的AI 因为最近调整的比较深 而且就是我们注意 每一次的科技的革命 会带来产业链的巨大的发展机会 反而也带来我们主题性的投资机会 而且赚航行最丰厚的 往往是主题性的投资机会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算力的 AI它是运用的各个层面 各个医疗各个应用场景 垂直场景里面 你比如说英伟达刚刚宣布 对一个医疗公司进行合作开发 也就是将它AI芯片应用的医疗方面 那也就是说大量的算力模型 实在就是对于 刚才前面讲的切材GPT的 就是心理的需求的增长 同时也会带到像CPU这类型的增长 因为CPU它是最大的特征 就像光纤一体化 它会省电 那么它的那个算力 这个能耗效果就非常高 它一下子能省30%到40%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关注的方向 而且就是说像还有3D打印 用苹果和华为 可能会采用3D打印的金属结构件 你比如说Watch 就是像电子手表 智能手表等等 还有一些这个消费电子上 所以说也会带动新一能的 这个产业技术 会带来产业的这个发展 好 郝老师 那明天的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最近有一个特点 就是放量的时候我们就跑 新能源的稳定器 电力系统的充电宝 储能会看作建设 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力支撑 产业化发展之路 将面临哪些挑战 又该如何突破 通用人工智能AGI时代 主流新闻媒体的方向在哪里 如何进行这样一种开放 把这样一种互联网生产力 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 变为自己的增量 恐怕是我们未来主流媒体 应该审慎和积极地探索的 重要的模式和方向 世界经济格局 风云变换的不确定性中 中国财经媒体 如何持续提升影响力 你越是做得越专业 你的专业的比率越高 你实际上应对外在的风险的能力 你会越强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里 新闻传播领域的知名